好 主播各位觀眾 三立新聞持續在烏克蘭南部大城奧德薩 來帶您關心烏克蘭的局勢最新發展 其實過去台灣跟烏克蘭的關係互動並不多 但是我們非常驚奇 也非常驚喜的 在烏克蘭的街頭發現了這個創作 你看到它是一隻橘色的橘貓 手上抱著一個藍色愛心 中間有一個台灣的地圖 而且它是用白色字體寫著台灣 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 其實是上面的中文字眼 它寫的是台語 它寫的是阿娘為 林北愛台灣 為什麼會有這麼台灣也這麼有趣的創作呢 我們剛剛獨家訪問了它的創作者LBWS 來聽看他們的創作裡面 這是我們的 真誠的反應 台灣人的行動 不只是烏克蘭愛台灣 也有文化的文化 阿娘為 或林北愛台灣 所以 跟台灣人很熟悉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理解一下 所以你怎麼知道阿娘的文化 印象深刻 旁邊這隻烏克蘭的貓咪呢 牠穿的是牠們的傳統服飾 而這隻台灣的貓咪呢 牠甚至是穿著台灣泰雅族的民族服飾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刺青 很明顯的是一個台灣的意象 上面寫著台灣兩個字 這個畫面距離中國領事館 其實只有不到50公尺 當時據說還引發了中國方面的關切 所有中國人 基本上離到歐克蘭 尤其是歐克蘭 歐克蘭不認為歐克蘭是牠的母親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留在這裡 我們要離開 讓歐克蘭讓歐克蘭 拜託不要再回來了 其實阿脈也透露了 未來想要推出更多 跟台灣有關意象的畫作 希望能夠藉此來拉近 雙邊人民之間的距離 以上是3D新聞 在奧德薩現場所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盡頭還給棚內 接著 往後